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圣地亚哥著名的景伟列律师 来为我们介绍房产租赁相关的知识 这个讲座将分为几个小节 这一节介绍的是出租房的基本知识 和房东及租客必须了解的重要法律规定 好,我们有请景律师 大家好,我是景律师 我今天想要就是先让大家知道 主要的这个讲座是给经纪人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来加州投资房子 想要就是租给租客 这个讲座就让你多了解 我们加州这里的法律状况跟环境 所以你如果要决定说 值得在加州投资或别州投资 你就会基本有些基本的概念 知道哪里有风险 所以如果真正要投资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要找谁 找什么管理人 问什么一些问题 就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想让大家知道 因为你如果认为听了这个讲座就可以 就是自己做你出租的 我建议你还是找一个就是专业的人来帮你出租房子 再加上这个讲座也是可以给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加州租房子的时候 这个讲座 我的PPT的presentation也是会就是解释 在加州租客有什么样的权利 所以假如说你是一个留学生 想要在加州 录取了加州大学 你想要找租的房子 你就是知道要怎么保护自己 那我坐在Presentation之前 我想要就是先告诉大家 就是简单的一些美国法律的制度 那么在美国 房东房贺的法律其实有三层 第一层是联邦法 联邦法有些法律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出租的关系 第二层是我们州法 加州法 不管是每一周每一周其实有他们的不同的出租的法律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的其实是按照加州的法律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房子在别州 像Nevada Arizona Washington 你必须要也是要了解那州的一些法律 第三层就是我们地区跟城市的法律 很多在 至少我是在San Diego 在San Diego San Diego的城 他们有他们的法律 旧金山那里他们有他们的法律 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出租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你们要考虑要做这个出租的方式的话 必须要考虑这三层 或者如果你落掉一层的话 就是会有风险 解释 我们出租之前 要做什么东西 在加州 我可以说你会发现 听完了这个讲座的时候 你会发现 加州法律其实 是配合租客 而不是配合房东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了解的 所以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 第一个我想要 租客就有权利说 我的出租 合同或关系 就无效 其实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话 租客也可以告回来 他所有付的房租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 所以真正要保护自己的时候 其实是从租之前 就是要准备好 最先你要不要考虑的就是 我租了这个房子 有没有适合 有没有按照加州的法律 California Civil Code Section 1941.1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法律条 这个法律条 就是解释 我要租的房子 必须有一些基本的东西 OK 再说一次 这个法律条 就是解释说 我要租的房子 必须有基本的一些东西 才可以租给人家 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很重要 因为我遇到很多说 警律师 我有一栋房子 可是需要修 可是我也不想要花钱修 所以我就让租客 租客想要搬进来 好 那我就 他也答应说 我愿意修 这些东西 从个房东的角度说 我有个租客 也愿意花自己的钱 去把这栋房子修好 我也好 我愿意就是减低我收的房租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 这非常危险 因为虽然租客答应说 好 我接受 虽然这房东房子 没有基本的一些东西 租客接受 说 我愿意 就是我知道 没有基本的东西 我必须 你其实房东 也不能租给他 所以再多解释 如果有一个租客 说 我知道 这栋房子 在漏水 屋顶在漏水 可是我愿意自己修 我也接受 然后房东说 租给你 如果租客再反过来 开始不付房租 他就有理由说 你其实没有权利 可以租给我 所以我的出租合同 出租关系 就无效了 所以我再把 Civil Code Section 1941.1 念给大家听 这个条件说 A dwelling shall be deemed unten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1941 if it substantially lacks any of the following affirmative standard characteristics or is a residential unit described in section 17.920.3 of the health and safety code 这个就是说 就是刚才我解释的 如果你租的房子 没有他刚才 等一下会列出来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不能租 你没有权利可以租 你租给人的话 就等于是说犯法了 第一个必须要 他说 effective waterproofing and weather protection of roof and exterior walls including unbroken windows and doors 这个就是很简单 屋顶不能漏水 窗户门都是已经要修好不能漏水 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 你租一个人的房子下雨的时候 然后不可以漏水 第二个是说 plumbing or gas facilities that conform to applicable laws in effect at the time of installation maintain in good working order 简单说就是 你租的房子必须有水管 对不对 水管不能漏水 如果你的房子有用瓦 瓦斯 这瓦斯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在这个法律协调里面也有说 confirmed to applicable law in effect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房子是旧的 你也知道是很旧的 可是之前以前是合法 可是现在已经有新的法律说 你的水管必须有什么方式 如果租客发现 这个水管其实已经 现在已经不合法了 那几乎就是等于说 你现在按照现在的法律 你的房子已经不是按照现在的法律 法律来出租 所以这是很重要 所以这很多问题就是会出现 就是旧的房子 对不对 旧的房子可能以前盖的时候都是 都是合法 可是如果按照现在的法律 这个房子已经不是合法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要考虑上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说 a water supply approved under applicable law that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enant capable of producing hot and cold running water 这是很简单 就是说一个房子 一个屋子必须要热水跟冷水 租客也是有权利可以控制这个热水跟冷水 第四 heating facilities that conform with applicable law at the time of installation 不说软气 软气 这个解答说 必须每一栋 你要租给人家的屋子 必须要有软气 很重要的这个落调是什么 冷气 加州法律没有规定说 每一栋房子必须要有冷气 可是说必须要有软气 所以你租给人的时候 如果一个屋子没有冷气 that's ok 可是 如果你租给人没有软气的话 租客就可以说 你没有权利可以租给我 这栋房子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第五 electrical lighting with wiring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that conform with applicable law at the time of installation maintain in good working order ok 就关于电 每一栋房子基本就是要有电 对不对 有灯 对不对 有插电啊 这些东西 就是很基本的这些东西 必须要有的 第六 building grounds and appurtenances at the tim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lease or rental agreement in 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landlord shall be kept in every part clean sanitary and free from all accumulations of debris, filth, rubbish, garbage, rovings and vermin 你租给人家的时候 ok 房子不能有垃圾啊 不能有垃圾啊 不能有垃圾啊 不能有老鼠啊 虫啊 这些东西 ok 这是很基本的 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第七条 an adequate number of appropriate receptacles for garbage and rubbish in clean condition good repair ok 这个就是说 这栋房子必须要有一个方式 如果租客要扔什么东西 要有什么垃圾的话 必须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这些垃圾 这是很基本的 然后再 八 Four stairways railings maintain in good working order 这个就是说地板啊楼梯啊 这些东西必须就是 working order 就是可以用 就是这样子 对 很多就说警律师 这些都是很 common sense 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必须要写下在这个法律协调 我可以跟你说 我自己也认为这些都是很 common sense 可是我做这方面 出租法律的时候 果然就是会遇到 哎 警律师 我租了一栋房子 租客就是说 哎 有什么老鼠啊 或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 一个案子 就是 房东明明就知道这房子有很多东西要修 租客虽然也答应说我愿意自己修 我不care OK 有没有很多东西不work 然后突然租客就停着付房租 租客就用这个理由来说 哎 你原先租给我的时候 我还没有合法的租给我 虽然我事先就已经答应了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会修 我接受 可是问题是 从法律角度 OK 这栋房子原先就不能租给他们 OK 所以 你们事先租给租客的时候 你要多了解 你现在的房子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不是适合租给人 好 所以你一知道 这个房子是适合 大多每一个房子如果是蛮新的 或是已经2000年之后盖的房子应该都是很合法 主要就是比较旧的房子 OK 如果你想要投资就是比较旧的房子 最好投资旧的房子之后 买到旧的房子花一点钱 OK 装修好 再从再租给租客 你不要就是买一个旧房 虽然便宜 对不对 可是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你们要考虑的 OK 每次上次都要进入 因为我们讨厌了 两个房子 可能会发生 再租给辞职 这说明到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